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乌伦多市的市政府联合举办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名字叫永久自行车2013 而它主要的参展物就一个 就是艾未未用了大概我看有上千辆自行车 堆砌出来的这么一个雕塑作品 永久牌自行车是50岁往上的人知道 这是上海的自行车厂 但是艾未未用的永久牌自行车 没有脚凳子 只有俩咕噜 所以给我的体会 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理解 这可能不是人家艾未未的想法 单个的自行车就像中共的体制 已经老化浮朽到这份上 但是它非要要永久牌 它就决永远不死 老活着 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自己认为艾未未是这么个隐喻 闭关自首 自以为是一个就像一个 它弄的那自行车就像一铁嘎的似的 就是那么个铁嘎的 废物 为用 因为没有脚凳子 没有动力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这么一个我要永久 就是这么个概念 我记得我当时采访杜宾先生的时候 杜宾先生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 共产党肯定完蛋 这个独裁体制肯定完蛋 怎么完蛋 就被历史的车轮所碾碎 那今天艾未未这个作品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历史的车轮 而这历史的车轮被每一个具体的永久牌自行车组合起来 共产党一定死在他自己的脚下 共产党一定睡在他自己的统治之下 这就是我个人解读艾未未作品的含义 当然不一定是人家艾未未自己的想法 这个人说着无意听者有心 这是指说与听之间的关系 单个的永久的腐朽的没落的东西 这个权力的拥有者 当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却是一个历史的车轮 把他们自己碾碎 中国共产党就走到这份上 那与此同时 有个朋友在这个昨天在我的YouTube上留了这么一段言 他这么讲呢 超哥你好 我是某大学的一名 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的社团的副会长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研究会 搞不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死 保人家 对吧 驴分蛋外的光 光的那一面都是人家的 他紧接讲 虽然这个社团的议员 但并不代表我支持共产党 相反 我更加了解到这个理论的邪恶性和反人类性 我觉得这个 我这段说法就像我刚才形容那个概念 每一个个体来讲是永久牌自动车 但是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是碾碎中国共产党的车轮 我们这个社团今年招新状况很惨淡 5000新生当中只招到了60人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面临着倒闭的危险 他说如果真要是倒闭的话 对中共是不是莫大的讽刺呢 我觉得不是什么莫大的讽刺了 讽刺就意味着中共还存在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没有了 我在大学里看到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流氓 怎么巴结老师 巴结领导 一步一步为自己的私欲成为中共党员 难怪中共党内流氓遍地 他们当初就是靠自己的流氓手段入党的 祝今日点击节目越办越好 为什么朝中无人了 对不对 为什么朝中无人了 为什么习近平坐在那儿 让河北省的省委的常委 你批我 我批你 都是拍马屁上去的 不拍马屁能当官吗 有性格的人 有个性的人 有本身的人 能行吗 不行的 正是一群马屁放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突出党的党的英明党的伟大 没有马屁 没有流氓 党的伟大是出不来的 对吧 相信朋友呢 就像现在 特大叔特叔 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 干这种龌龊的事 写这些文章的人 在电视上做这些节目的人 你们的爹 你们的妈 就生活在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被干掉了 搞不好你的爹 就是你妈在批评与自我批评 撕裂亲情的过程中被戴的绿帽子 有的你 这话多难听啊 但那是事实 那是事实 那是灭绝人性的事实 所以要有勇气面对 那作为年轻的学子 他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认识 那作为老一辈的 都过来这一辈的人 跟今天习近平同辈的人 对吧 这些中产阶级 其实我看到 所谓中产阶级 特别是文艺界这批人 无论是艾维卫也好 江文也好 冯小刚也好 那这些人都在他的作品当中 在表达着 起码有一点很清楚 这个体制在扼杀他们每一个具体人的思想的自由 精神的自由 灵性的自由 扼杀人性 而不是服务于个人 每一个具体的人 这就是一个邪恶的体制 这里都无外乎他们的信仰本身 有没有信仰本身 他自然就会这样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个体制 他会自然的扼杀 每一个具体人的灵性 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基本的概念 与此同时 贺卫芳 在香港呢 据说他又能上微博了 那他在香港 对一千五百多名学生呢 曾经做过演讲 那除此之外 南方早报呢 对他也进行过一个专访 文章讲说 国内知名的法学学者 贺卫芳 4号来香港演讲 演讲的题目叫做 中国宪政之路 那他在接受 南华导报专访时讲 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和对公民权力的维护 看上去是削弱了党的权力 但实际上将帮助其 更好的统治这个国家 理论上就是这样 想治理一个国家 真正想把国家的利益 放在前面的话 那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中共在宣传当中 在新华社 在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稿当中 说在报道党 报道中共的首脑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就这个词 党和国家领导人 党强奸了国家 所以没有人想让国家舒服 只是把国家当成宣泄自己欲望 占有自己利益的一种工具 这就是我觉得要认明的一点 贺岳方表示 中共的官员对宪政的理解 与学者对宪政的理解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是贺岳方自己表示的 官员们似乎并不理解 什么才是真正的宪政 他真正的宪政 我觉得他理解的很清楚 削弱了他中共官员 在自己部门 自己地域的权利的绝对性 他怎么不理解 他要不理解 他挡着你干什么 他对他个人有好处 他早玩了 但为什么说 对他个人没好处的时候 他不干呢 是因为绝对的权利 拥有绝对的腐败 而这绝对的腐败 来自于绝对的权利 可以放纵他人性中 绝对的欲望 他可以占有 所有他想占有的 在他的领域当中 反过来呢 他自己的一切 又有被他上司占有的危险 奴随 奴隶与奴隶主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 何伟方接着讲 想通过牺牲民众利益来维持社会稳定 这是指中共的官员 他本来就这么做的 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力的维护 看上去是削弱了党的权力 但实际上将帮助其更好的统治这个国家 如果他们为这个国家着想会这么想的 官员们未能理解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和对腐败的遏制 都与法治直接相关 没有媒体自由 司法独立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给了你媒体自由了 直接威胁到党的权力的绝对性 直接威胁到拥有党的权力的这些具体人 可以以党的名义的任何的肆无忌惮的所作所为 对吧 这是前后的关系 司法独立 国家都在党支持下 要什么司法独立 如果党受制于新闻自由 受制于司法独立的话 我入共产党干什么使啊 那些早就扯菜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 从学识上来讲 从这个法律的知识的渊博的角度来讲 非常尊敬何卫方先生 但是从对共产党的认识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敢苟通 我觉得还是学究了 才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想法 那我刚才的那样的评述呢 不一定有朋友认可 那法广有另外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中国有200万人从事网络监督和审查 法新社星期六引述北京的新京报的星期四的报道讲 中国大约有200万人的职业 就是网络监察和审查 那根据这样的报道 这些人呢 在一个软件里输入客户设定的关键词 过滤中国社交网络当中的数量庞大的信息 这样的人具体有多少是国家机密 一直吸引着很多的猜测 那如果按照刚才何卫方先生的讲法 实行宪政对中共权力会有好处的话 这些东西本来就都不应该存在 这些东西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践踏 这些东西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何卫方先生说的 新闻自由的一种侮辱 对吧 所以如果真正按照宪政存在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犯罪的 都是犯罪的 都是侮辱人的尊严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 普通的中国人被以诛对待的环境当中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